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瞅他进去就是悬着的吧 去练的时候 他摸的这个 整个都勒到这个手里 这个肉里边的 一名牌爆手 他的第一次失误 也是他最后一次失误 我把这个专业已经当成一种信仰 我叫王明 先任武警吉利城总队 机动支队 主牌爆手 运速下车去的装备 快点 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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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扭開它,啪一聲,特別特別敏感 他說,執掌,完了,爆炸了 我們每個人的心情已經爆炸死亡的心態了 田子放在兩邊,就在這兒坐著看著它,乾等它爆炸 當時腦子裡什麼也沒去想 觀察15分鐘之後,沒發生爆炸,我們想辦法再去拧 但是扭開它之後發現,它這個隱信和機針只偏差一毫米的距離 但是在擰出的那一刻,整個人都瘫在地上,甚至已經很難 我當了五年兵,轉業以後吧,有很多照片 也有很多不對勵那些小玩意,什麼子彈殼 我們小時候經常喜歡玩,願意翻看照片 也有很多不對勵那些小玩意,什麼子彈殼 對不對勵充滿了很多的嚮往 當兵之前很淘氣 我想說幾個小孩一起騎著摩托車坑那兒跑 經常和同學去光巴,找還找不到 要我送到部隊以後呢,少抄了很多戲 汪明到這個部隊的時候,那個比較矮,比較瘦弱 一看就比較稚嫩 武秀未乾的一個小孩一樣的 在那時候,自理能方面,包括疊被子,訓練 都是比較差的 大概是底下的被子像饅頭一樣 基本上是最差的一個了 在家也沒疊過被 檢查衛生了,班長把我被子從屋裡撇走廊去了 然後我就在走廊裡一個人疊被 天天掉眼淚,天天苦 將近大半年的時間,能把被子疊成方方正正嗎 王明,到,除了 王明,到,出來 切 打到底 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 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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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儿啊 下去吧 下 翻手就行了 你上手 不要 你松开手 他拽着你 松开手 松开手 别 不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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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进手 装进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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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是我们的日常 排报才是我们的副业 进部队之后经历了三个月的新兵年的训练 新兵班长也是主牌报手 经常穿这身帅气的衣服 那时候就一心想着我也要当一个牌报手 我最开始被分到机动单位 刚被分过去我就天天天天找天天找 我就过去找我队长 我就说我就想过来 我就受不了 我就不喜欢 我就想到咱们这来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把我调过来了 这就是当年我向往的那套服装 在我当第四年兵的时候 还真正的走向主牌报手这个岗位 一二一 一二三三 一二三四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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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一 没事拿个针穿穿线 从头到尾就是用憋着一口气 一呼吸会把这些线全都吹飞了 这是我们在基础训练当中一个水银控制装置 说微微有一点偏差就会发生暴警 如果恐怖分子设置一颗触发的爆炸物 端的不平稳就会发生爆炸 班长那时候经常我们说排爆手吧 不光说是要有技术果样更多还是需要这个沉着冷静 爆炸体验我们所有人趴在地上围在一个圈 我们会把炸药放在坑里 我们去训练爆炸这个冲击感 真正到实战的时候 这种恐惧心理会降低 或者把炸药悬在半空中 我们眼看着这个炸药去爆炸 以后再经历的时候就不会害怕 优优独播剧场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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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排爆手 他的第一次失误 也是他最后一次失误 在这边的第一次失误 是他的第一次失误 是他的第一次失误 你干什么都行 你回家都行 绝对不可以干排爆了 想过受伤了 甚至牺牲了 我曾经也劝过他 改变一下专业 但是他不同意 一直不同意 他特别热爱这个专业 他每月挣三四千块钱 他一部分要自己的生活费 剩下的一部分钱 就主要就研究自己 买一些简单的爆炸物 怎么做怎么猜 排爆这个是很深的理论在里头 不是说一看就能懂 数学啊化学 那时候看不懂 然后天天找那个教员去问 那时候有一个本 里边记满了比教材上 还要多的东西 只要王明带队出去 我觉得我就放心 肯定拿到很好的名次 在我们单位 排爆和爆破方面 王明应该是首屈一指 我还是希望这个社会 能够平安稳定 也希望自己身为一名排爆手 我不怕战场 我不怕这个任务 来得太突然 第二年兵的时候一次过生日 我妈就送了一把专业的排爆工具 这把工具名字也特别好 叫爆破手 其实看着这把钳子 真的挺破旧的了 已经用了七年了 带队他上过很多次实战吧 捡过很多雷管 新名人的时候 有一次机会 去辽宁参加培训 培训过后会有一个B5 这个培训是三个半月 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也是 还是像以前一样 去找领导 我就要去 就要去 领导也说 你这根本就不行 你就是个小孩 他越说我不行 我就越想证明证明自己 我感觉我这叛递期 就用在这了 写了一个保证书 跟领导保证 我说我一定会拿到这个名次 必须要拿名次 三个月在那培训 确实挺坚固的 就是所谓的 面朝黄土背朝天 今天在外面训练 那时候我学的最基础 就是这个大药包的制作 当初他来的时候 那个手也是白白嫩嫩的 麻绳 把这个手勒的都出血 他磨的这个绳 都勒到这个手里了 肉里边的 那样的 我看了都特别的心疼 我感觉他不出人头地 不拿成绩 对不起他这个 好 第一次伤痕 他就是永远地留在身体上 从来不敢穿短袖 穿短裤之类的 我的第一次任务 是在我第三年兵的时候 当时我只是一个保障队伍里 一个小兵 兵工厂工作人员 他们看到这些炸药很浓厚 300公斤的TNT炸药 6825枚火雷光 全部处于一个过期的状态 它是特别不稳定的 我说可以让我来尝试尝试 我也是跟领导提一些建议 怎么去销毁 在哪块设置警戒 应该怎么去防护这个冲击波的威力 应该安全距离是多少 总队的副司令员在现场 所以他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尝试 我当时自己买了1000米的电线带过去 没想到真的就是在现场派到用上了 一个人扛着两箱雷管 然后拎着炸药 走进山里 按照规定的方式 给它摆放的特别整齐 然后连接出来导线 反复地一遍一遍去检查 生怕一次起爆不成功 第二次再进现场重新整理 为了确保万无一时 做得非常仔细 一些准备工作达到两个多小时 一点一点往处走 最后走出警戒线的时候 拿起起爆器 听到领导的口令 三二一起爆 三十多公斤的衣服 压在身上 颈椎压迫 人会造成缺氧 轻微阻松 喝衣服 好样的 喝衣服 快快快 姜嬰 姜嬰 让它 这样稳 这样弯 稳 癫 嫺 好 好 可以 don't Software 然后 满 apl 了 我 буде 准备 但是 你 你看 幸福了 啥呀 挺好的 嗯 大汗 哎 没事 没事 好 脱下排豹服的那一刻 跟着整个人就要飞去了 风已经把这个汗完全吹干 一起脸摸沙子那种感觉 然后一摸全都是眼粒 配合那已经可以说数不清多少次了 至少也得有六七年了 一直他就是开这个排豹车的司机 然后我们一直在并肩作战 对 既能开车又能战斗 上车驾远 下车战斗远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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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今年外出没外出几次吧 但是跟我就没少出去过你 你可拉倒吧 你说实话 没事 啥姓不论 说一下吧 我这个性格吧 我是百变形 我真是百变形 我就看了一个 要绅士有绅士 要那个 那个 有恋爱 我就看了一个 就是 是不是 是不是 虽然是咱得瑟能得瑟现在 对 这就没有资本 所以 有资本家 我们单位那个 斗馆的叫杰克 好像是 他长得像耗子 我长得像耗子 你长得像啥 没牙老鼠 放屁你都像一得瑟 走吧 去吃饭吧 走吧 看这儿了 一 二 三 三 一 四 一 三 一、二、一、二、三、三、二、四 排豹的裝備都是高精尖的 當第一年兵、第二年兵 根本就碰不到這些裝備 有一個轉折點是在第三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班長是管這個庫房的 但是庫房每周他都要打掃一次衛生 我跟我班長說 我說我去吧 就主動一點 然後我就去庫房裡邊 拿著掃把呀 拖布啊 麻布啊 去擦裝備的過程當中 看看說明書書案 研究研究怎麼操作呀 那時候我的老隊長 他是曾經的裝備解說員 我說隊長啊 我想幹這個裝備解說 因為只有在那個時候我才能摸到這些裝備 然後給我一件厚打子的解說稿 先把那個背下來 我就天天背 所有裝備打到兩千件 那時候我解說了大約兩年的時間 把所有的裝備 型號 包括它的各種操作的一些方法 掌握得一清二楚 我們一些裝備的器材 國外的進口的一個中文那個都沒有 但是它呢自己搬那個書 拿找資料 都把這個翻譯過來 咱們今天的訓練呢 主要是針對這個轉移爆炸物一個訓練 爆炸物可能一碰就炸 一轉移也會炸 配發機器人也是第一次 拿雞蛋來做實驗 排爆機器人夾東西這個力度很難把控 它夾深了 雞蛋碎了 夾淺了 雞蛋一轉移的功能會脫落 雞蛋碎也會碎 雞蛋碎 雞蛋碎 哎呀 雞蛋碎 沙漢已經沙漢已經沙漢了 今天晚上夾菜了 夾吃的一段 雞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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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太多人看不起我了 我必須得爭口氣 都是爹媽養的 都是兩個肩膀扛一個腦袋 憑什麼他能行 我不行 我不行 今晚我們訓練的科目是搜索爆炸物和排除爆炸物 限時五分鐘 反應 雞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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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了 这个爆炸物 绝对是在这迷惑别人的 之前你排除了一个爆炸物 是一个余线 那就是一个假象 如果说这刚才是一个炸弹 你这个大意的话 咱俩都没了 借交借照 不能交 在两年前的年初 我们总队刚刚配发榴弹发射器 第一次实弹射击 第七发榴弹就出现了哑弹 就是我第一次排除榴弹 茫茫血缘 厚达十几厘米 走进警戒线 趴在地上 得用手一点点在雪里摸 手冻僵了 根本就没有知觉 斜坡45度的一个山上 穿着排泡服插在雪堆里 汗已经把排泡服打湿了 然后再结成冰 在排除一个多小时的过程当中 室外天气太冷 把这个电池全都冻没电了 当时总队参谋长现场指挥 跟我说 电池没电了 咱们先充电 充完电 继续作业 我还是一句话 任务不等人 场地只有50平方米一大 但是这个场地 足足搜了三个多小时 再加上排泡服很不熟 很疲惫 已经让人崩溃 最后很意外地 就是在石头缝里发现这颗榴弹 找到那颗榴弹 第一反应就是 抓起那颗榴弹 我找到了 马上意识到 万一要爆炸 全场的人全都得陪我玩命 把这个榴弹放在原地 用炸药去把这个榴弹进行诱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么说 有点蛮准传备 特朗 总的 有点蛮准备 不可能 不可能 您的空影 水 您有点蛮几备 甚至是 您有点湿 没事 这一样 咋行了 咋啥? 没事 今天休息 回来看一看 没啥事干 你给你奶奶打电话了吗 奶奶 大叔叔大爷妈 看来这你咋的 想不想我 我想那天 你说 我这鞋子都看不着 在家呢 跟我爸在一起呢 早上 身体咋样 没事 我这忙完了 我就看你 那你也不放假 还能回来看我 不忙那时候我就去了嘛 啊 行 啊 人能回来看这些是什么 我现在知道和我一件事 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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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